蔣麗芸議員 麻煩你,主席 今天我們繼續財政預算案的第二項辯論 真的很可惜,因為有人故意搞留會 而令到我們這一項的辯論時間 百百五見了十幾個小時,主席 我在想,其實我們立法會的大主席 曾主席其實都是一個很好人 你看看他們的反對派 所有的拉布招式 包括多次辯論,修訂,打中點人 優惠代族,通通都給他們 但是很可惜,有時候一個人好 就未必人人會欣賞 因為有些人的良心被狗吃了 只是在上星期留會之後 我們看到長毛議員和陳志全議員 在電視機前面張牙舞爪 甚至用一些不堪的字句形容主席 雖然他都對他們很寬容 對我們的忠言有時就異議 但是當人家罵他的時候,主席 當人家反過來咬他一口的時候 我的心真的很痛 主席 主席 那兩位被狗吃了的良心議員 他說大主席為辯論時間設限 是不公平的 我想他們不記得上一次版權條例的時候 一個議程被他們說了三個月 這也是公平嗎? 搞到蘇錦良局長都要唱一首拉布錦然 去表達內心的坎坎和無奈的心聲 其實我們都應該知道 這個世界,甚麼都有時限 就算上帝做人 人的生命都是有時限的 任你怎麼拉布 拉到一百歲不去 一百一十歲都要去啦 所以這次大主席 終於為辯論時間設限 是絕對正確 絕對對的 主席 上個星期預算案辯論留會 我相信你跟廣大的市民都很清楚 看到一些反對派的議員 真的不是路的 你想想 他們根本是不想開會 不想辯論 還不想修訂 為甚麼呢? 因為你想想 留會那一刻 十二個修訂議員 只剩下一個在 主席 一個而已 另外十一個去了哪裏? 當然他們有承擔的話 我就認為這十一個議員 應該齊齊 拖著手 走去外面 對著電視機鏡頭 齊齊和市民鞠躬 謝罪 不過說了又說 我都要表揚一些 比較坦白的議員 譬如如馮檢基 梁耀忠 他們都承認 一個呢 就說他掛著要做show 另一個呢 掛著要見報 所以寧願接受媒體訪問 都不回來開會 所以 其實譚耀忠議員都說得挺好的 他認為 有些人的精神狀態很有問題 我非常同意 我們只是看回我剛剛所說的 有兩位被狗吃了良心的議員 他們提出甚麼修訂呢 大家就知道了 首先我要數的是梁國雄議員 梁國雄議員呢 他說要將總目 三十 分目 一百九十三 懲教署在囚人士的工資 全部削減 不出糧給他們 有沒有搞錯呀 再囚人士 人士收到的人工 雖然很有限 但是 起碼可以給他們 在裡面 買些零食 甚至 日後出來 都有少錢 旁身吧 另外 梁國雄議員呢 也都說要 將這個總目七十 分目二零二 入境處遣返非法居留 假難民遣返費 通通削減喔 大家都知道 近期呢 假難民事件 公擾了我們 很多 地區的市民 日常生活 也都帶來 不少治安問題 市民呢 而不得呢 就盡快送走 這些假的難民 啊 他長毛居然說 要生減了 那些遣返費 他居心何在呀 很明顯 就是想香港 一個字 亂 怎麼都好 啊 我真的看到 梁國雄議員 有一些修訂 他居然連一些孤孤兒寡婦都不放過 居然想把總目一二零 分目十七 給一些新的公務員 配偶和子女的付出金都說要刪除 其實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 知不知道 這一筆款 這一筆錢 是哪裡來的 這一筆預算 其實這一筆預算是根據 相傳配偶和子女付出金計劃條例 第七十九章 第十四條 以及 沽寡 沽寡婦甫金條例 第九十四章 第十一條 支付給 已故公款人的 相傳配偶和子女 在你即時 從未結婚 或者已送偶 或者離婚的公務員的 公款和利息 这些是早期公务员自己在职时供款的钱 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或者认在生的配偶和子女呢 你想什么 如果两个红议员说不知道 那他根本就没有详细看过这份预算案 那你就是没有资格做这些修正案 你只是为拉布而拉布 阻碍立法会的运作 阻碍民生的撥款 但是如果你说我知道 我知道他的用途是什么 不过我就是要删除 正是这一点 就证明你这个黑色的良心被狗吃了 所以当你说要提出 要删减 总目一一二 分目三六六的 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 立法会议员酬金 和工作开支 我就说 应该是 将一些被狗吃了良心 无事生非 有会不开 故意拉布 阻碍民生 左手收黑金 右手掩良心的反对派议员酬金删减 我相信市民一定会大力支持 好了 至于另一位被狗吃了良心的陈志全 议员会议员 她的精神状态 真是比你长毛更大问题 她居然建议将总目四十五 消防处 开始全部削减 那即是换句话而言 那即是叫政府 执了消防处 搞到今天 有五个公会出声明 他们是要反对这个修正案 她说 因为这个修正案 假如得到通过 将会令消防处无法运作 令市民的生命和财产 受到极大威胁 各位消防员 各位消防员的家属 各位公会的朋友 大家放心 我们民建联是非常明白 消防员的工作 是充满挑战和危险 在过去 也有不少的消防员 因为要保护我们香港人的 生命和财产 而受伤 甚至殉职 所以 我们是绝对 不会被这些缺乏人性 不顾民生 不合逻辑的修订通过的 那天 陈志全议员 为何他要执了消防处呢 主席我都在想着 我想他呢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呢 以后救火工作 就由他包办 其实实情大家都知道了 陈志全议员放火他就聰明 找他救火就不要止意了 不过我又在想 既然他都不知道消防员的工作这么艰辛 不如消防处就给他个机会 加入前线工作 有什么就叫他先走 万一因此而殉职 我蔣麗芸一定会出席他的告别仪式 最后 我也想建议一下 有一个项目 总目143 公务员培训开支 应该是增加的 为什麽呢 好好 局长在这儿 其实因为公务员 未来这十年 会是退休潮的高峰 公务员系统里面 称黄不接的情况都很严重 有公务员朋友跟我反映 他说早前提出退休计划 但是局方一直说 安排不了人接任 要他迟多几个月 几个月之后 又下迟几个月 到最近都说未找到人接班 实际 这几年公务员做得真的很辛苦 是时候我们都要帮他增加新能量 务求 务求分年度每一个公务员 都能够做到好像我们政务司司长 官度 务求 膽自大 敢于面对一些比狗食了良心的议员 因为这个人数是不符合基本法的规定 不够一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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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